5号上午,习近平听取了贵州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贵州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贵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览全局,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计,努力开创百姓赴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习近平强调,创新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要着眼于形成新发展格局, 推动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要积极释放消费需求,拓展消费新模式,把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要发挥好改革的先导和突破作用,更多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多做创新性探索,多出制度性成果。 要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加快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要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突出解决好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问题。 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推进民法典实施。 要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习近平强调,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新时代的长征路。 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加强党史学习教育, 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一体推进不敢辅,不能辅,不降辅,不断进化政治生态, 营造风轻气正的发展环境。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营造风轻气正的发展环境。